掌声鼓起 主持人 陈怡 欢美告白 我是莫晴 喜欢自福建厦门 相爱就应该互相包 我是周海的苏宏 我希望找到一个每天都能一起欢欢乐的她 我是来自深圳的周秋林 我是来自深圳的周秋林 幸福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才会特别让人着迷 窈窕淑女 真情流露 我开始真的特别喜欢夏老师 才差22啊 那你喜欢我吗 喜欢啊 为什么不喜欢小永基的女人 对于我动手的那个男朋友就是单眼皮 我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他们的脾气特别暴躁 蛇蝎魔女 魅惑人心 上次走的时候发现没带纸怎么办 现场突然有个小孩叫你爸爸 你该怎么办 一天就给了20块钱吃饭 我不会那么苛刻 所以说会有28是吧 对 那我想问一下你能接受婚前做财产作吗 故军女孩 人风相对 对20岁的时候就是做了一场开脊椎的手术 很多事情都看开了就好了 现在都过一次了 那可以吃大人尽量吃啊 你觉得台卫人也长成什么样子 也没有长成什么样子 但不应该找他这样子 我在这样子奇怪吧 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的小孩是走偏了呢 走偏什么意思 就可能他说我不想念书了 我讨厌念书 就我可能连高中连大学都不想念 那就不要念啊 你说猫跟狼是同一科 同一科啊 是属于哪一科 狼是犬科 是犬科吗 我是想着建议就是说 我觉得你以后小孩应该上个大学 比较好 我要带着我的小星辣 然后你愿意 我可以跟你去一下 去的任何地方 好 你想去哪儿 一切精彩 近赞本期非常完美 什么是爱的感觉呢 就是无论何事何地 无论是怎样的场景 只要一想到他 你就会笑出来 欢迎大家来到 贵州卫视非常完美 欢迎各位 完美告白 贵州卫视 贵州卫视喜发度 嘉宾享受的话 在X拉方品牌 X贵州是非常完美的 X三位好友 请有机会获得 由拉方卫视喜发度 提供的精美奖品 凡贵州卫成功的嘉宾 想获得爱生活 爱拉方 拉方卫视喜发度 提供的精美大脸 本来我用陌生条件 特约播出 哎呀 话也忘记 我们今天来了很多新朋友啊 四号 嗨 大家好 我叫莫丞翔 来自福建厦门 我觉得爱情应该互相包容 我是莫丞翔 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我们今天现场的 十位男嘉宾 同时呢 欢迎今天现场的两位情感老师 其中的有一位呢 哎呀 真的是太久没见到他了 不过今天见到他之后 发现他有特别不一样的感觉 他给自己重新的定位呢 就叫做土豪装 欢迎光瑞先生 大家好 大家好 毕竟跟别人在谈论 说爱情中有没有屌丝 有没有土豪 后来发现是有的 爱情中的屌丝就是追别人 但是永远追不到 爱情中的土豪呢 就是别人追他 但是他永远挑不住 所以无论是屌丝还是土豪 都是特别可悲的 就是注定孤独一生 所以我们非常完美的口号 应该是拒绝屌丝 打倒土豪 欢迎寇台新老师 今天刚刚才说呢 到底爱情是什么 我想呢 不管你有可能是什么屌丝 或者是什么土豪 爱就是只有在你的眼中 我是独一无二的王子或公主 这就够了 管你是什么条件 爱你的人 必定看你是更加的宝贵跟真 希望大家都有好运气吧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今天的 第一位女嘉宾了 完美告白 为爱转身 有请 我是小雨 今年二十三岁 来自台北 朋友说 我的重心像一只猫咪 喜欢和人撒娇 但有时候又很独立 我个子小小的 但是不娇弱 我也有我自己的爪子哦 我的个性像一只小猫咪 所以希望可以遇到一个像狼一样的男生 从台北到北京 我希望可以找寻到自己的Mr.Rub 有请下一位嘉宾 大家好 我是小雨 今年二十三岁 来自台北 那如果你愿意为我转身的话 我可以带你去吃好吃的哦 哎呦 这真的好屌哦 我可以在你走在前面的时候 跟随着你的脚步 但是你不能忘记牵着我的手 我可以让你偶尔欺负我 你不可以让别人欺负我 可以不要打开明镜 好 三 二 一 接下来写心动和不心动 好 上线南部 轻松 我说不心动 然后她说 夏老师是几个 你伤害了我 还一笑耳光 你是看不清那个号码吗 对 可是那个心动的 你怎么就看清了呢 因为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啦 我们来看不懂片子 了解一下女嘉宾小语 我是小语 23岁 来自台北 身高155 体重40公斤 现在是美食和旅游携手 是个爱笑的女孩 我向往最纯洁美好的爱情 可是唯一的一段感情中 对方的劈腿 却让我心碎 但是我从来不曾放弃 最爱情的幻想 波开乌云 我心里的太阳 依然光芒万丈 如果现实中的大怪兽 会推食掉快乐 那不如和我一起听歌 我可以陪你听莫扎特 也可以陪你听周杰伦 我脑子里想的最多的 就是旅行和美食 我想和你去海边 在大海边 大声地说出我爱你 我想和你去雪山 如果我累了 会不会背我呢 我们一起去看自由女神 金石塔 富士山 长城 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的爱情 我是小雨 我来了 为我转身吧 小雨的具体文字资料 一起来了解一下 A 自己是一个魅魅型的姐姐 一场手术让自己完全改变 B 食物对于自己来说 有特殊的意义 最骄傲的是一个人旅行 却不喜欢一个人旅行 有过什么手术啊 因为我以前有脊椎测弯 所以20岁的时候 就是做了一场 开脊椎的手术 就是开完刀以后 觉得自己还活着 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 所以觉得 很多事情都看开了就好了 而且可能会觉得 以前比较爱吃 可能会不敢吃 因为女生嘛 都爱减肥啊 可是就觉得说 哎呦 反正都死过一次了 那可以吃大新疆食啊 那你可以猜一下 我是哪一个 那你是哪一个 太连 算假的 猜不出来 你觉得台湾人 应该长出什么样子 也没有长成什么样子 但是应该长他这样子 不是长得奇怪吗 这有什么意思 这件事情不会伤害到你吧 三号 有点难过 我也是一个 吃客 然后我超爱吃 然后我的重点是说 我想要请教说你 咸品来讲你最喜欢吃什么 甜品吗 咸的就是不是甜的 咸的 咸的我还蛮喜欢吃牛排的啊 牛肉烧烤那一类我都还蛮爱吃的 我还11号都超爱吃牛排 下次可以去吃啊 我想问你一下就是说 你以后会对自己的小孩是放养式的一个教育方式吗 是吧 对啊 那我想到就说 如果你的小孩是走偏了呢 走偏什么意思 就可能他说我不想念书了 我讨厌念书 就我可能连高中连大学都不想念 那就不要念啊 我觉得念书也不是什么重点吧 如果他真的有兴趣他自己会念啊 就算你逼着他再演 他念那些也都忘记了啊 那有什么意义 好 好谢谢 我觉得你讲话很可爱 然后你可以带我去吃没事吧 当然可以啊 这有什么问题 好你说的 要说到 OK 不要骗我 你真的他要去台湾的话 你会带他去什么 会啊 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情感部分 C 大学才开始第一段 不敢让爸爸知道的恋情 最感动的是牵着手走楼梯 被形容是一只猫 喜欢狼一样的男生 B 对戴眼镜肚子上有格子的男生 比较有好感 那个肚子上有格子的男生 什么意思 肚子有格子很容易了解吧 就是有目击啊 帅帅的 要展现一下你的腹肌吗 我要保护我的朋友 我要等着我们的 诶 有格子耶 很明显 有没有格子 有 有 你觉得什么样的男生 像狼一样的男生 平时 因为我朋友说我像一只猫一样 因为我很爱撒娇 然后 但有时候又很独立 所以我觉得狼是同科的 而且听说狼一生只有一个伴侣 所以我觉得 很想要找很专情很专一的男生 你说猫跟狼是同一科啊 同一科啊 是属于哪一科啊 是犬科 是犬科 是犬科吗 没问题 我们小语呢 正是喜欢狼 怎么样 不管你 哪一科 11号你问的这个问题是想 就只是想要知道他们是不是 我是想要再建议你说 我觉得你以后小孩应该上个大学 比较好 谢谢你啊 你是不是想要一些 比较这个男子乞丐的野性之类的 是啊 对 当然很希望自己的另外一半可以保护我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 两个人才有互补的感觉嘛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留时间让小语 自己问的 那你喜欢吃哪一类的食物 我喜欢吃咸的 咸的是中文 你最喜欢吃哪一类 我喜欢吃高蛋白质一点的东西 像荷包蛋蛋饼 然后我要煎 然后 然后 牛肉面 然后好多 所以你都会带你女朋友去吃吗 那 如果我现在没有女朋友 但是有的话 当然啦 好 谢谢 如果不爱吃甜点的话 如果你女朋友喜欢吃甜点 你会介意吗 不介意啊 她吃 那你会带她去吃吗 会 会 会 时间到了 像好玩的挺逗的一女孩 觉得挺有意思 要不要更改心动男生 不刚改 进入男生们的选择 完美告白为爱转身 你会带她 我看你 我先去看她 她就在那里 你会带她 她有点 她 不然 她 会带她 带她 12号 就是做一个蛋炒饭 虽然很简单 但是确实如果说真正花心思去做的话 会很好吃 而且做给自己心爱的人吃的时候 他是能够真正感受得到的 刚才你有说你喜欢像狼一样男生 可能我长得不是那么狼 但是真的我的内心是一个很狼的一个人 我特别有保护欲 我希望你能够喜欢我 身在你身边 无论我会有明天 所有守候这块与你相爱的季节 我身边我给你所有爱 谢谢你 那我讲这句话我觉得好蛮感人的 我有一瞬间觉得 点荒湿湿的 但是 我对你没有心动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我对他没有心动的感觉 没办法跟他进一步的发展下去 有什么在流失 慢慢将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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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语的心动 还要继续让他知道吗 终于退回陌生 好我想要继续看 6号李章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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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心动就是 你跟我站这么近的距离 我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我跟你说一个故事好吗 有一只小猫咪 他一直想要找到一生一世的伴侣 所以 我想知道 如果 我不在乎你的天长地久 你愿意把一个机会留给我吗 我要带着我的小猫咪 然后你愿意 我可以跟你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 也许为 爱的 你愿意 你愿意 不可哭 好 那一个 你想去哪啊 不光是你 对你 对你 不光是你 对你 可是我是说你想去哪 我想非去 我觉得我跟你说 完全是两个世界 两个世界 甚至在生活当中 如果会遇见 甚至连朋友都不会成为的 那样的人 但是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只是说生活方式不一样 多的话也没有 听我意思吧 其实 我知道 其实我抓不住 我没有办法 去掌控的选择 但是我觉得 我可以改变我自己 我知道你会走 所以我不会留你 但是我想留一个东西给你 全都绕着你走 是一串钥匙 这个行李箱 我已经打它锁上 没有打算打开 如果 有机会你愿意的话 钥匙留在你那里 你可以跟我说 我就愿意跟你走 因为 能开我的心的钥匙 在你手上 只想做你的公主 拥有那平凡的幸福 其实我觉得 爱情有很多种样子 如果当朋友 可以被死 那我觉得当朋友也很好 牵着过年的追逐 还是学员吧 好吧 当你抱着我 一旧夜整体脚步 不怕的距离 中了我一个人是你 来 小宇 少时在你 今天 好好是有出人 就是跟之前不太一样的 告白完之后的那种喜悦 我有一个问题 一直很想问他 可以问吗 那你问啊 你真的有爱过一个人吗 我知道你也不愿意 小时在我的世界 我想有吧 那你觉得自己 有没有真的爱过一个人 我觉得爱是很多很多喜欢 才可以成为爱的 目前我只找到喜欢的人 但还没有遇到真的爱的人 你是美食专家 请问 酸甜苦辣 这四种味道是不是都得有 对吧 如果只是甜食吃久了 你一定会腻的 人生也是这样 你是旅行的专家 到处玩 除了吃啊喝啊 一定累积了很多感动 对我来说 当你回看照片的时候 这种感动 就是爱 我希望可以让你更多的相信爱 跟经历爱 加油 谢谢老师 其实爱是很多很多共鸣 加互相拥有的冲动 如果只有很多很多共鸣的话 那么可以变成好朋友 但是不会有爱 如果说只有冲动的话 那么也就仅限于短暂的感情 或者喜欢而已 所以必须两者共同拥有 才有可能产生爱 因此当你给一个人说你爱他 或者希望别人爱你的时候 从这两点来判断就行了 有没有很多很多的共鸣 然后有没有彼此拥有的冲动 我就少问一下大家了 就是如果这个问题问你们 牵强的是我男生 同样的问题 你们有爱过一个人吗 可能有些人觉得没爱过 或者有些人觉得爱过 可是我觉得爱的方式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曾经爱过别人 但是有些人的爱的方式 可能是我不敢承受的 所以我觉得爱固然重要 但是爱的方式比爱还要重要 请好 我觉得爱一个人的话 以我自己的判定标准是 我想到这个人我会笑 这个人不在我身边 我会觉得很慌张 然后很孤单 我会祝福 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真正可以爱你 然后可以永远陪着你的 祝福 谢谢 希望你赶紧找到爱的那个人 超过去 好的 谢谢 祝福小语 我是你 只要爱一个人 有心却力去尘 不管爱情有多残忍 不管你像我本 我是你 完美告白 为爱转身 有请下一位 时尚是什么 时尚就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 走在街上有80%的回头率 当然是赞免的目光 我是刘志伟 我是一名服装设计专业的大学生 我谈过两次恋爱 有过被伤害和背叛过的经历 如果说这些印记在我心里没有留下伤害 那是假的 但是我依然对爱情充满了期待 我希望找到大叔和各个型类型的男朋友 幼稚的男生 请走开 有请下一位女嘉宾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刘志伟 来自广东珠海 我的爱情宣言是 爱情就像设计图 需要不断的修改才可以完善 今天来到非常完美 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和我一起完成爱情蓝图的她 我可以为你去培养你喜欢的兴趣爱好 可是你不可以打女人和打小孩 哇 这可能是最近为止 第一条转身最多的女嘉宾 大家都是为了证明她们不是这样的男人 我可以为你打罩 属于你气质的所有的服装造型 但是你不可以变帅了之后出去念花惹吵 要不要打开面具 三 二 一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亲手做的一件中山装 然后我等一下会选一位男嘉宾上来 穿上这件外套 跟我摆三个不同类型的三连拍 挑谁呢 周凯 七号 为什么挑了周凯 因为我觉得这个马数有点小 应该她穿上 你没有准备一件大马的 而且 因为这个是一米八的 然后我怕有一些男嘉宾比较壮嘛 然后手臂会伸不进去 你知道看他跟你的配合度吗 对 好 它有点大 这是你改良过的 我本来想要把那个领支 还有这里的三角位改成皮质的 因为时间太赶 所以只改了一下扭扣 然后就那个皮料又没时间找到 你这样走一走好了 好不好 走一走 对 从上面走下来吧 看看配不配吗 然后我们现在三连拍 第一个可爱 来 来 第二个帅气 好 一二三 好 第三个性感 真的就是因为其他人穿不上 所以这套衣服给七号来穿 我觉得如果七号能穿的话 刚刚十四十五号应该也能穿 但是他们不是那个型 你觉得七号是可以穿中山装的型 因为中山装适合博士长一点的 然后只是他不够壮 要练一下 那八号为什么会穿 你以为你这样就会变长吗 八号啊 八号比较像海绵宝宝 所以不适合中山装 因为我们这样我们看看王老师的造型怎么样 比如说王老师的那双红袜子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特别好 是亮点是吧 对 就是在古板当中又多了一点英伦风 就是他的领子那里也太简单了 那要怎么复杂呢 比如说配一条丝巾 一些反光面比较浅颜色的丝巾 里边要配个丝巾是吧 对 就像把第二号那个丝巾弄到 弄到王老师这里来 二号带了一条丝巾 那你可以借给我用一下吗 这个福利转移了 就滚了一个边的感觉 真的 你从这个服装专业 看得出我这样的人还是有救的是吧 不是啊 你是成熟男人的那种感觉 还是没救啊 是吧 有救 谢谢 谢谢王老师 谢谢 你这好像是不是看到我很困啊 可以不要那么冷 其实我觉得你挺可爱的哦 谢谢 就谢谢呀 谢谢 就谢谢 谢谢呀 好厉害 那这样子好了 接下来先写一下心动跟不心动 嗯 不心动 他他比他中 一他中 一他他的鼓方 让我的世界 不心动 你的眼神真的太 你伤害了我 还一笑耳光 泄露 中奖了 对 淡定 真的很淡定 好 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女嘉宾 我是刘志蕊 今年20岁 目前是一名服装设计专业的 在读大学生 因为专业的关系 我平常最大的兴趣 就是逛街看衣服 但是这可不是为了买衣服 而是用我专业的眼光 审视他们 然后心里默默地改造他们 只要我咔咔几下 一件旧衣服 就可以地马变得高尚大起 上档次哦 我曾经交往过一个谈了三年的男朋友 分手后 他不断地想要复合 因为我的拒绝 而对我动手 这一次 伤害就如同白纸上的污点 留下了痕迹 在我看来 爱情就和设计图一样 需要反复地磨练和不断地修改 才能完善 所以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哥哥型 或者大树型的男友 和我一起完成属于我们的爱情蓝图 我们越来越发现 女嘉宾在说 之前关于爱情的可以不可以的时候 多半是跟他们自身的经历有关的 所以他们才会提出 比如说刚刚你说 不能对女人和孩子动手这件事情 我了解一下 那个文字部分 15号也是做服装 对对对 我也是自己做个品牌 也是一个学生 然后自己毕业之后 成立这个个人品牌 对我想问一下女嘉宾 就是你擅长就衣就衣新穿 那你会经常就是把自己的一些 旧衣服拿出来改造 是这样子吗 对的 那会就是把它破坏掉吗 就例如说裤子 剪个很大的破洞之类 或者衣服也去修改它 会啊会啊 他也会 对我每条裤子 基本上都是剪剪剪 所以有一段时间 家人都挺不能理解这东西的 你家人会理解这东西吗 我很理解 因为我也是这样 那我想问就是 你觉得现场的男嘉宾 就以你的专业的眼光去看 你觉得谁穿的是最有品味的 哇哦 你知道吗 问这个问题的人 一般都是要对自己比较有自信 13号挺好的 挺像上海滩的 谢谢 12号也很好 13号你这个里面的搭配方法 跟王老师如出一辙呀 我突然才发现这一点 哎哟 然后12号也挺好 比较英伦风 还有呢 15号的西装布料很好 但是我建议你以后穿 就是那个 不要穿一整套 或者裤子可以 穿其他的布料 可是问题是 当提出这个问题的人 我刚才说他有自信 可是你跟我没有说到他 你的心情 还好 因为我发现他好像是比较喜欢穿西服的男生 对吗 他发现 我喜欢比较成熟稳重的 然后 你这种风格呢 比较配我平常的打扮 但是我就是内心还是比较喜欢比较稳重一点的 其实比较不能理解 你说你爸爸的一个家 妈妈的一个家 当时离婚的时候 可能是比较和平的 然后呢 互相都会经常联系 然后了解我的情况 因为我在10岁以前 是在跟妈妈一起的 然后10岁以后 就来到这里跟爸爸一起 然后他们两个也组成了自己新的家庭 然后对我都特别的好 就是他们的另一半都对我很好 所以我觉得好幸福 因为我有两个幸福的家 所以说你现在是跟家人一起住吗 还是 对 跟爸爸 那你来回这样 两个家你这样跑 能适应的过来吗 我不经常去妈妈那边 就还是长时间在出海 所以说你也是出海 对 5号的重点是在他也在出海 我知道 因为我看过他 你在哪里看过 拱北地下 小熊猫 我还偷拍了你很多照片 然后很丑我就删了 天哪 然后你那天穿着黑色的衬衫 白色的纽扣的那件 哦 好 谢谢 5号信用以后不能随便被变出门 容易被偷拍 就我自己的个人的刻板印象 就是很懂时尚或是这种女生 是不是都很注重外在 就对男生的外在 对的 如果我今天很不时尚 你就是连正眼都不会瞅眼 如果说第一印象 谁都会这样吧 但如果其实 他才是你命中那个Mr.Right 那就要看你的表现 好 谢谢 我们来看看他的情感部分C 感情方面还是菜鸟 只谈过两次恋爱 受过暴力伤害 第一 不喜欢小眼睛的男生 希望可以找到一个 比自己大五岁的哥哥型 或者大叔型的男朋友 为什么不喜欢小眼睛的男生 对我就是动手的那个男朋友 就是单眼皮 而且我身边有很多男生朋友 也是单眼皮 然后就给我总结出来的经验 就是他们的脾气特别暴躁 可是你应该不能以面取人吗 我眼睛还蛮大的对 嗯 哈哈哈哈 好大好大 大哥小 我是想跟你说 你觉得我是单眼皮吗 我眼睛少吗 有一点 你等我一下 一秒钟变双眼皮 那我现在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 双眼皮 所以我告诉你 不要只看外在 有时候要去了解一个 不要活在过去 懂吗 懂 谢谢 那我想要跟你表现一下说 呃 单眼皮或是内伤的人 其实不是很凶的 OK 我唱一首歌给你看 我唱一首歌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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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什么都看不见的 有有眼睛那个颜色比较深邃了一点 这个能看出来 对对对 但实际上你真的很难看 有有有看到有看到 歌声加了分 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比自己大五岁 歌歌型或者大书型的男朋友 你觉得夏老师怎么样 我开始真的特别喜欢夏老师 但是呢我得顾及我爸爸的感受 因为他跟我爸爸同龄 你爸爸跟夏老师同龄 对 之前黄树峻老师他们还差二十次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希望 那你喜欢我吗 喜欢啊 真的吗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你父母都对你很好嘛 那你不忍心伤害他们 你说都会听他话 那如果是对象 如果他们不喜欢这个你也听吗 听 因为我觉得人的生命很短暂 所以呢我要去就是 让爸爸妈妈都开开心心的 所以在择偶方面我是百分百是听他们的意见 所以说你爸妈都喜欢什么类型 有事业心 然后就是不要是那种明日复明日那种类型 什么叫明日复明日 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工作要做 哎呀算了吧 不然明天再做吧 就是这种一直拖的那种 知道吗 OK那是他们喜欢的那些 那你喜欢的那些 我就是喜欢可以保护我的 外在没有什么外在的要求 我还是看感觉 你会不会在夜幕降临的时候 一个人待在家里 突然被一种莫名的那种 就是落寞感给包围 会不会就是淋雨的时候 只是感情的一种发泄 而别人却认为你有病 会 谢谢 哈喽 嗨 你 在人见过吗 对 真的吗 我是不是那时候是不是很邋遢 你没剃胡子 你现在很紧张 我看到你丑态了吗 其实也还好啦 对 没有啦 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女孩子 喜欢有自己主见 活泼 那就是我这种了 私立问答当中听出了一些端倪啊 好遗憾 好遗憾啊 没听她说完 要不要听她先弄回去 要 要改 因为我们毕竟是在一个城市 有遇到过她 所以我就对她特别有感觉 男生们先进一选择 到底你们的决定是什么 完美告白 为爱转身 请做决定 我还没准备 我还没那个 我还没没 好遗憾 你没关系 那我还没她 没有 我还没关系 一起办 好遗憾 不 你在最后那一刻 要决定更改心动男生 但现在的结果呢 就是 他没有说 暂时大家没有转 但没有关系 要不要继续告白 要 他的号码是 5号 当他说 心动男生是我的 我觉得 很压力 你知道吗 我觉得每个人的生命 都是很短暂的 因为我身边 很多从小一起玩的小伙伴 还有家里面的亲人都 就是突然间 说走就走了 我很希望 在自己还 那么健康地 活着的时候 做自己想做的事 跟喜欢的男生 告白 所以我觉得 我是一个 一百分幸运的女生 所以呢 我想把 九十八分的幸运 都给你 但是那两分我要留给自己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能告诉我原因吗 一分呢 就是让我在这里遇到你 我觉得我很幸运 还有一分呢 就是可以让我牵着你的手 然后一直陪你走 因为我之前 看节目 有看到说 你被你以前的女朋友背叛 所以呢 我当时听到就是 比较心疼 我觉得 我们的遭遇是一样的 这个蝴蝶结 是我亲手做的 她是一个领结 我觉得领结 就是代表着 成熟男人的标志 我现在要送给你 谢谢 在我心中 留下双心疼 你平时长过去吗 好 当路边的尽头 你渺了我 我却一直在抱 其实我觉得 我现在有两个家庭 真的很开心 但是呢 我真的很想有一个 是与自己的家 因为我觉得 我现在不知道 哪个层是我的家 你别哭 要不我先转来 别哭 我身心的人 我爱我 其实整一场了解下来 你有点 还是有点 就在纠结于过去 然后 会因为过去的被伤害 然后影响到你未来的旋律 其实我有一种幻想就是 我最近在想说 爱情是不是一定要去不断去改变对方 那其实不是的 我觉得 爱情不是要改变对方 而是要不断的两个人去不断去包容 和提到对方 如果爱情 是改变对方的话 那不是爱情 我觉得那是站着 其实我觉得吧 你说的这些 所有的话 只是在面对你不喜欢的一生 如果现在站在这里的是你喜欢的女生 你这些东西将全部都不再存在 但是生活有时候 把我们的人脚都磨掉了 我们才开始可能是一个正方式 慢慢的我们可以成为一个 这是为什么 不是因为我们不喜欢她 而是因为我们不喜欢她 我就要那么疼的 或者是因为我们不喜欢她 我是没什么 我刚才看我 我骗不过 这就会激诺 我骗不过 我骗不过 但是我今日は 你全部都放她 我骗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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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这么难过是因为他拒绝你吗 这是我第一次跟一个男生告白 我从来没有主动去跟一个男生说我喜欢 不过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做朋友开始 我会让你慢慢喜欢我 似乎很多女生在没有得到她想要结果的时候 都会给男嘉宾留下这么一句话 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一种自我的安慰的解脱 还是真的是一种对未来的期许或者说是一种愿望 我觉得你哭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你说你一直想要有个自己的家 对吧 因为爸爸妈妈各有一个家 所以当你今天在台上 你把这个家的渴望投射在余正廷身上了 所以他拒绝你那一刻 你觉得好像是家拒绝了你 你又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家了 我觉得你有一部分的难过是来自你太渴望有个家 可是我要跟你讲你要分清楚哦 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并没有拒绝你 只是还没有在眼前不见得一定发生在跟余正廷身上而已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绝对会遇到一个可以给你一个美好爱你也让你有安全感的家 这是肯定的 第二个难过你说是因为你第一次告白被拒绝了 是不是 那又怎样 那又怎样 你应该说来自这样完美的百分之可能八十的女生都是第一次告白 是 跟你一样 有很多姐妹们跟你在一起 这是成长的一部分 就像爸爸妈妈各有一个家 那又怎样 就像你今天把身上的这一席校服改造的这么漂亮这么性感 你知道那一刻你必须要动剪刀才能把它挖成这样对不对 所以剪刀下去的那一刻就是变美的开始 你会更美好 加油 谢谢 做一个外表漂亮的小女生 内心强大的女汉子 仍然就有安全感 谢谢 加油 加油 我是女生 只要爱一个人 就幸福你 不管爱情要多残忍 不管你让我分 我是女生 不管爱多残忍 完美告白 为爱转身 有请下一位 我是李明桐 一名火车贵宾接待员 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不太善于表达 很多人会认为我外表比较冷冰冰的 不容易接近 但是我不在乎 今天我是为一个人而来 它像月亮一样通透 不求他可以让我把他带走 只要让他记住我就可以了 有请下一位女嘉宾 哇 我手上呢有很多礼品卷哦 是给你们现场男嘉宾们的小礼物 但是有一点先赚先得 还不转身吗 哈喽 哇好多人啊 谢谢谢谢 你现在要先发卷吗 可以 我只记得夏老师 那就交给夏老师吧 等下大家再去跟夏老师讨论就是了 好 里面是什么 不能说一会儿男嘉宾们打开就知道了 嗯行 现在请男嘉宾们把券打开 开礼物的时候还有人整回去了 骗人 啊 送你一盘童童盘爱心抛杉 转过来吧 没有骗你 果然还真没骗 来你去哪 这个是我亲手做的 给给吧 嗯 尝一下 然后告诉我什么味道 好不好吃 超市买的吧 为什么会说是在超市买的呢 真的你好吃 好吃吗 谢谢 好吃到六号以为一定是在外面买的 你要带走吗 那你什么意思啊 嗯 那好吧你带走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八号 真品 好人一生平安 这个很符合您的 哈哈哈哈 对 就是鸣谢会顾的意思吧 嗯 对 就是我是好人的意思啊 对 感谢支持 感谢支持 帮我摘墨镜 耶 天呐 天呐 来 好 谢谢 那接下来要写心动跟不心动 要写上前两步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耳朵又怎么了 这个平行线好像到他那之后就是下去了 好啦 我不要再打击他了好不好 好 接下来我们在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女嘉宾 直立站好 身体的重心放在两个前脚上 双手放在左右胸骨最低处交叠 表情投入 面带微笑 我是吕明彤 一名火车站贵宾式的接待员 我有过两段感情 第一次恋爱 把对方当成风筝 以为陷在手里就能高枕如幽 所以对他忽冷忽热 直到有一天 他跟我分手时 我才知道 握在手里的风筝可以飞走 现段 什么都没有 第二次恋爱 对方大五五岁 曾经想过要和他结婚 但是发现他已经结过婚 现在的我 只想找一个可以看见 内心最真实地方的男人 比起生活一辈子 职业还蛮特别的 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文字信息 A 东北妞 外冷如霜 淡淡心似果 B 12岁前的记忆一片空白 有十年的时间没有见过爸爸 现在和妈妈一起住在天津 你说你12岁前的记忆一片空白 那在12岁之前是发生什么事情吗 就是童年嘛 过得不是说很幸福吧 童年是跟着爸爸那边 然后没有母爱 然后12岁之后呢 是跟着妈妈这边没有父爱 都是一样的 但是妈妈给我的会很多 所以说你是不想记起这一段记忆 对 不太想记起12岁之前的记忆 因为不是很美好 那问一下你平时私下的打扮 都像你现在这样穿的那么旁客吗 对 我私下这样穿的感觉比较舒服吧 你在VCR里面的那个打扮跟那个形象 就跟你现在呈现出来的那种感觉 是两种感觉的 因为我看VCR里面的你呢 就是比较小女人一些 但是现在的你是比较霸气的 对 我还是算比较多面的 其实我喜欢比较跳跃的感觉 我思维也比较跳跃 一听你说话时候的感觉 就觉得你应该是那种 挺喜欢安排别人的 后来一看你的工作是 贵宾接待 我比较喜欢 不是说安排别人吧 就是我有好多事情 或者看不顺眼的话 我就会轻轻地指点你一下 但不是说会安排别人的那种人 我已经想问很久了 女嘉宾有没有人说过你像哪个明星啊 有说过但是我都不认识那些明星 因为我也有一点近视 从我这个角度看你超像大S 好梦话呢 对 有人说过像一点 我觉得你说话的时候没有什么情绪 就有的时候像一个机器人 你平时生活中就是这个样子吗 不是很像机器人吧 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比较跳跃 有的时候非常沉稳 有的时候就很活泼 摸不准了 我们来了解一下像这样的女生 情感部分到底是怎样的呢 一 两次恋爱经历 曾经找过侦探调查男朋友 一 喜欢大眼睛 短头发 气质佳的男生 因今天为这样的男生而来 有情提示 他有一句口头禅 其实我蛮佩服这种 就是你说找侦探去调查男朋友 因为我在跟我 男友在一起的时候呢 他说话呀 或者是做什么事情 都好像对我有 有一点点隐瞒 然后跟他朋友出去吃饭呢 他们朋友也是 对我说话 有半句说 有半句不说 就这样我就特别怀疑他 持续断断续续的吧 我正好也认识一位 侦探的一位朋友 然后他去做了一些调查 刚刚前面有说到 就是父母亲离异吗 刚刚都是总结说 你外表比较冷酷 讲话比较简短 我在猜是不是家庭背景也有影响 让你的防备心很重 不太容易去相信人 或是相信感情 对 说实话 家庭带给我也有一些吧 其实这个男友是比我大五岁的 大五岁就会很有安全感 所以我就特别想抓住他 其实我意识到自己 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也知道我很傻 但是我还是要坚持等他回来 因为我感觉 两个人是有感情的 从一个成熟稳重的男嘉宾来讲 来看 就是十二年前的事情 把他好像挖一个洞 然后把它丢进去埋起来 我觉得很多男嘉宾 其实都希望可以看到那一面 你的意思是让我把那个 再挖出来吗 可以吗 那你愿意把你以前的伤痛 也挖出来吗 我其实来到这里 我觉得就把很多伤痛都挖出来 很多东西 我其实没有跟很多人讲过 甚至家人讲过 我都在这里讲 你说你喜欢找很成熟稳重 气场也比较 hold得住全场的男人 对 你说你十几年都没有见过爸爸对吧 所以现在会想见爸爸吗 这个对你来说是心中一个渴望 还是一个抗拒呢 抗拒占一部分吧 为什么 因为我感觉现在还给不了父亲太多的 物质上的需求啊 还有什么的 是你要养他的意思啊 对啊 我是这么想的 但是很多人都会说 其实你父亲见到你 不是说想对你要点什么 只是想看你过得好 是 但是我感觉我现在给我自己定的目标 还不是特别好的目标 特别好的时候 会想念父亲吗 其实想念他就跟十二年前的记忆一样吧 就是已经埋得很深了 因为我妈妈给我的幸福很多 我觉得你已经是一个习惯于把自己放在一个看似平静状态的女生了 这个壳可能一时半会也敲不碎 我们来看看 来 男生们跟他再交流一下吧 三号 我可以直接问说 就是你最后面提到的 他那个句口头禅是什么 那要不要其他嘉宾猜一下 这有什么可能猜得到啊 反正这个人跟我差不多 跟我的个性外表很像 大雄能猜得到吗 猜得不到 应该跟我不是很相信 因为我说话挺直接的 他那个那句口头禅到底到底是什么 他的口头禅是这样 真的 真的 14号 他刚刚说的是谁 我猜应该是6号吧 你现在也不打算要揭晓是吧 问答之后吧 四名为答 那你喜欢可爱的女生吗 我喜欢可爱一点的女生 那我这样的就有点 但是你现在台上的一面会让我有点怕怕的 那你是什么星座的呀 摩羯 摩羯跟水平配吗 我没有研究 你能不能吃的你都喜欢吃什么 我看到你刚才吃了好多东西 你感觉我成熟吗 成熟 因为我觉得你可能家庭关系会让你早熟 那我觉得内心还是有少女的一部分 那你感觉我适合找什么样的男生 热情活泼点 能把你给那个沉稳稍微中和掉 要不要更感兴奋男生 不要 不要 因为爱所以爱 珍惜在一起 完美告白 为爱珍惜 请做决定 那个大眼睛 短头发 气质家 有一句口头禅的 估计他没有意识到会是他自己 现在能不能揭晓他的口头禅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哪一句呢 是那个真的真的 是 哎 不说了 所以 你的心动男生是 六号 李真航 喜欢这么专业 对啊 平常很喜欢这样穿衣服 因为感觉跟你很像吗 哪像 感觉哪都像啊 其实感觉长得也有点像 我也高鼻梁大眼睛 你也是 有没有 你看见我 除了就是会对别人知识点点以外 还有什么别的想法吗 哎 你误会我的意思 不是说对别人知识点点 我就是觉得 你的工作性质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习惯 那我给了你这种感觉 你还想认识我吗 其实你戴帽子 我戴帽子都一样啊 都挺配的 我今天帽子就是为你戴的 要我都不戴的 其实我多想 就是让你跟我说一些话 我没有什么想对你说的 不是说你不好 其实你知道 我看见你不是在这台上就看见过你的 我去过你的酒吧 然后呢 但是你酒吧生意挺好的 人也挺多 周围也挺乱的 但是你从门那进来之后呢 你整个人散发出来的感觉就是 特别的安静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安静的人 你的那个酒吧其实也算是一个敬巴了 对吧 也比较喜欢那儿的氛围 然后你很安静 所以被你吸引了 从你第一期到现在这期 一直在看 我这人就是比较轴 因为我想认识你 但是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认识你了 所以我来到这个节目 我要在这个节目上认识你 你可以把你的手伸出来吗 我现在在你手上是画了一个星星 所以我 吕明彤 一定要做你身边最闪最亮的那颗星 我只想做你的公主 拥有了平凡的幸福 我一个珍珠 不如也你的专注 给我深深跑步 我想我是你的公主 你这么说 刚才的一番话是 从以上来到现在让我觉得最最 最饱满最有情绪的一番对话了 真的 别的 没有情绪的感觉 没有任何的感觉 但是 你很 很勇敢 谢谢你 李真好 因为很多女嘉宾都是看着你的背影走的 你可不可以把我送下去 我现在我昨晚 与世都会睡觉 没有你再有个心弹 是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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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讨厌的两件事 第一是跑步 第二是吃浆 如果我要跑步的话 我会 累到快 如果吃香的话 我会很生很生气 而且不是饭 我喜欢阳光爱笑的男生 我知道可能 我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但是我想今天 为爱勇敢一次 有请下一位女嘉宾 大家好 我叫巴扬 今年二十二岁 是来自威海的中韩混血儿 我的爱情宣言是 不管你在天涯 我在海角 我都觉得不是最远的距离 最远的距离就是 我站在你的身后 你就没有转身 谢谢 果然大家还是喜欢的 既然都纷纷转身了 好 那面具要不要拿 一页面具要不要打开呢 三 二 一 请不吝点赞订阅 男女兒 又是比他 十号也会跳舞 好 谢谢两位 那接下来 心动跟不心动 上去两步 心动 不心动 不心动 不心动的理由 就是感觉在一起 可以当好朋友 特别好的朋友 是可以当闺蜜的那种 对 特别 可以聊些心里话 所以 有人就已经明白了是谁了 对吧 你说我爱她 成辈的困难女生 所以 她也不容易 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女嘉宾 也喜欢跳舞 也会画画 喜欢自有的生活 爸爸是韩国人 妈妈是中国人 我从小就在韩国和中国之间一个人跑来跑去 从小学开始就可以一个人坐车出门 初中开始可以一个人去旅游 所以我的性格很独立 被爱中你不联系我 我也绝对不会联系你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人 如果你想做男朋友 你需要了解一下几点 第一 我希望你不能介意我留着前男友的东西 因为从小到大别人送我的东西 我都会很好地保存的 第二 我非常讨厌吃姜 如果我吃到姜 我会非常非常生气 第三 我非常讨厌跑步和爬山 如果你让我陪你一起去爬山 我一定会哭的 第四 我非常讨厌别人骗我 如果被我发现了 我就会默默地消失在你的世界里 我来了 你喜欢我吗 那我们就来看看她的文字信息 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从小在中国长大的中韩混血 和妈妈是姐妹涛 B 慢热情和陌生人聊天 稀释如今 初一开始独自旅行 是朋友中的复合者 我也是混血 你猜一下 哪里混哪里 也是中韩吧 我妈是管西的 然后我爸是浙江的 所以管西混浙江 这个笑话还有人在用啊 好 刚刚你说到你最不喜欢吃的东西是 姜 不喜欢吃姜的还是蛮特别的 从小就不喜欢吃 一吃姜我就会发脾气 我们男生们有没有什么就是 你们也觉得好像完全不能够碰的这种食物 11号 我不吃猪肉 不吃羊肉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猪肉的话我就是我不敢去吃 从小到大 对对对对 可是看别人吃是ok的 但我就不能吃这样 因为我是很怕吃辣的 就是 只要一点点胡椒啊那种 我就 我就会非常的 我就会马上吃下去 就会流鼻涕 然后又流眼泪这样 我前女友很喜欢吃 然后 我就 为了她 一直强迫自己去吃 一点点一点点的吃 那我想问你 如果你的男朋友 反而很喜欢姜 很喜欢吃姜 那你会为了她去改变吗 会吧 或许一个菜里面可以先盛出来之后 再放姜 然后再炒一下 你说了你是其字如今的吗 你今天讲了挺多话耶 这算突破吗 这已经算多了对不对 对 今天特别多 平常你是怎样 嗯 呵呵 嗯 嗯 嗯 西字如今你刚刚说 就所有的部分 你都用最简单的部分去回应她 对 我们今天就用试试男生们 可不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回应你 要问谁 我想问一下六号 上厕所的时候发现没有带纸怎么办 上厕所没有带纸怎么办 走 走 来接下来第三条 再想问一号 一号 如果你暗恋的女生在你面前突然摔倒了怎么办 不 这个 这个自顾问题很容易 我问一下王老师 喘 为什么 借机报复暗恋你那么久你都没发现 啊 来我们看看你还有什么问题 呃我想问一下 十一号 如果今天现场突然有个小孩叫你爸爸 你该怎么办 突然出现了一个小朋友 爸爸怎么办 抱 抱 哎呦 九号 九号自从来到这里还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如果这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孩子叫了你一声爸爸 怎么办 嘿 好了我们接下来来看看他的CD两个部分 情感部分 C 希望男朋友主动联系自己 希望男朋友接受自己保存前男友送的东西 第一 在恋爱中特别看重细节坚决不能接受异地利劣 觉得经济大权要掌握在女方手中 我想问一下你那个经济大权就是必须一定要自己掌握吗 对啊 对因为我是这么认为的啦 我觉得如果是我呢 我希望就是经济大权交给我来负责 我觉得我的我希望我的另外一半是享受我的财产 他只要进行去花货就可以了 可以考虑 好谢谢 那我想问一下你能接受婚前做财产中正吗 接受 那你说你日后经济大权之后掌握在你手中 你说你一天会给多少钱给你你丈夫吃饭啊 我不会那么苛刻 如果你要想请朋友吃饭什么的 我兜里面都会给你流出一部分钱让你应急用 所以不会那么苛刻 所以说会有二十八是吧 对 全员为什么坚持要管经济大权 有没有什么背后的意涵跟想法啊 不是说男人有钱就变坏 所以是不安全感使然的 嗯对 那你为什么希望保持所有前男友送的东西呢 因为我觉得等到老了的时候翻一翻看一看 那你容许你的现任男友保存他前女友的东西吗 可以我介绍 有没有其他男嘉宾有类似经验 包括你接受或不接受都可以谈一谈你们的看法 十三号 我也是啊 我很爱保存回忆 因为我从小就是一直到处乱跑嘛 其实是搬很多不一样的国家 或是搬很多之家 那所以别人送的东西 或是甚至于回忆 甚至一个小小的一个扭扣 我都会保存在我的房间里 然后记得那个回忆 其实我是非常不接受 就是 因为我前女友她 她 她的前男友 那个时候的前男友 就送她的一条项链 然后一开始交往的时候 我就问她说 这是谁送的啊 然后她就说 啊 同学 同学一起送的 那我就越想越觉得奇怪 同学怎么会送一个 写名字的一个项链 我就觉得很匪夷所思 然后后来一直问一直问 她才坦诚说是前男友送的 我看到 听到她讲完整个火冒三丈 因为她非常的珍惜那条项链 然后就洗澡啊什么的 都把它放在桌子上 正上放 然后就把它 可以把它夹在那边 我的方面是指 我不会把它再带在身上 我会很好地把它保存起来 会拿出来再看或者回忆吗 嗯 那应该是十年以后的事儿了 接下来呢 我们留时间让女嘉宾 跟男嘉宾进行一对一的私密问答 你觉得你是一个有魅力的男生吗 这问题问呢 哈哈哈 在女孩面前你也会红吗 现在不会了 那什么时候会 脸红的话 应该是喜欢的女孩吧 不知道应该不会 时间到了 你觉得在场的嘉宾中 谁的微笑最可爱 那就李真行 那你觉得一百分的男人 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八十五分 你喜欢我吗 用两个字回答 我特别开心 很激动 觉得他比 荧幕上更帅 你希望十一号刚刚毁的那两个字是什么 就是我想听到他内心的答案 但是 没事 要不要更感情动男生 不要 因为爱 所以爱 珍惜在一起的愉快 男生们先进行你们的选择 对于这个女生 请做决定 其实我就想让心动男生 让你来 要不要继续告白 要 想要告白的 人 是 十一号 十一号 我还都一起 我还都一起 今天我准备了三张画 我希望你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能看明白吗 卡通话 是锤子吧 啊 在没有遇到对的人之前 我的生活可能有许多条条看看 但是 我愿意为了你 去把这些都改掉 第二张是一个女孩的背影 在恋爱中 我是一个很被动的女孩 所以当我难过伤心的时候 我准备转身消失 我希望你可以牵着我的手 继续走下去 爱我 我只能说 用你给我的幸福 第三张是风筝 恋爱就像风筝 我希望你可以带我穿过暴风雨 可以一起努力向前 这个爱情的线就在你手中 我希望你可以牵着它 带我走 我只想做你的公主 没有那平凡的幸福 华丽的珍珠 不如眼底的珍珠 为我深深呵护 我想我是你的公主 终结着多年的追逐 我 你可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 怎么去拥抱 不是因为外在不好 绝对不是因为这样子 我还带了一个礼物 我希望我这个人喜欢 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 所以我觉得今天遇到了你 我也想记录一下 我们俩一起按个手印吧 我们俩一起按个手印吧 昨天11号 一手印的时候 都是感觉很幸福很开心 这会成为永久的纪念对不对 对 11号说的比较直接 我相信但是你能接受 嗯 白羊 给你看一张我手度曝光的照片 哇 这是我家的那张床 我的床是可以掀开的 然后呢床底下呢 放的全部都是我历任男友送我的东西 可是黄老师知道这件事情吗 黄老师本来不知道 为了有一次不知道找一个什么照片 还知道找我高中的时候的照片吧 打开的时候他就好奇问我 我跟他说呢 这许多都是我历任男友写的信啦 送的礼物啦 然后做的手工艺品啦 我本来以为他可能会不开心 因为他常起来都睡在这些东西上边 他笑一笑他说 我不在意你的过去 因为我要给你的是我们的未来 而这个话是我今天想送给你的 可是我更想告诉你的是 珍惜过去是一件很美的事 但更美的是创造新的未来 这一切会让你未来有更多值得你珍惜的部分 加油 通过刚才白羊的整个的表现吧 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内向型的人 尤其是从他的那些关键词 他都是讨厌男生怎么怎么样 但是他当中没有提到的一个关键点就是 我能给你男方带来什么 所以如果说你把这种内向型的自我介绍和这种沟通 变为外向型的 首先要告诉别人我能带给你什么 然后再告诉别人你不可以做什么 那这样的话别人的接受程度就会高 也更便于直接走到你的内心 谢谢你 再次来祝福羊羊 谢谢 只要爱一个人 永远全力 无关爱情有多些人 好了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归正位置非常完美了 变记拉方主义其他路 嘉宾想说的话在 在在拉方主义其他路 家宾想说的话在在拉方主义其他路 非常完美在在三位好友 最终获得由拉方主义其他路 成功精美奖品 参告白成功的嘉宾 获得爱声说爱拉方拉方主义其他路 成功精美大理 和拉方有话多年 太快也应该 跟著